我们的一个耻辱 真的是一个七尺大路 因为那时候是 因为美国人的情报发生错误 然后它就是完全是霸道行为 非要让你逼平 逼停 逼停它就把那个GPS给你关掉 所以使我们的银河号 活活地在公海上 就是 飘了三人几天 不 逼停三人几天 是吧 这个就是完全是 因为它整个系统是它的嘛 就等于说你们家 你们家他要进你们家 但他钥匙在他手里 他就 你不让他进 他有一个硬镜 那不是七尺大路吧 所以 但你去看 那个93年的时候 当时已经是 已经是我们提出 搞那个北斗卫星 已经85年到93年 就八年了 八年时间 那现在又过来27年了 终于搞成 85年开始到93年 那个八年 应该是理论起步阶段 刚开始准备阶段 所以当时中国有心 但是无力 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不应该让美国人 关我们的GPS 但是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那时候 从提出理论设想到 开始干 才干了八年 但后面又经过了27年 总共花了35年时间 我们才把它做成 那么所以 所以这应该是 中华民族的 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自豪和交 从此就 一步一步了 假如说你说 49年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那只是从一个 外在的站起来了 是吧 我们 我们靠赤手空拳 靠狭米架步枪 等等 这个靠我们的人力 体力 能够抵挡外地路径 那个才是真正的 高科技的发展